Hello 各位好 欢迎回到西齐 我是大超 在2023年的7月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创伤 韩国33岁的赵世西从韩国千里迢迢到了美国 加入到一个名叫基督战士的团体 但是没有人想得到 这一次修身养性的旅程 非但没有让他洗涤自己的内心 反而还被夺去了生命 残害了他的肉体 这起谋杀案与基督战士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以神圣基督为名的神秘组织 又为何钟情于恐怖屠杀呢 杜鲁斯市位于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 以北25英里的地方 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亚裔 事发地冀州桑拿 在当地的韩裔社区颇受欢迎 时间退回到9月12号这一天 乔治亚州格维内特县警局接到了报案 杜鲁斯市冀州桑拿中心停车场 停放着一辆捷报车后备箱 发现了女尸 报警的男子是捷报车的车主玄某的养父 当天玄某给养父打电话 请其送自己到医院治疗 而养父将玄某送到了医院 玄某再次拜托养父 替自己从车里取一些物品 而玄某的养父则开车到冀州桑拿的中心 找到了玄某的汽车 但是却闻到了非常可怕的气味 打开后围箱一看 里面赫然一具女尸 只见尸体被包裹在毯子里 还有被灼烧过的痕迹 发言的女子的事件表明 她的体重仅63斤 死于8月中旬之下旬 生前遭到过殴打 严重的营养不良 女子的死因被定性为他杀 这些血淋淋的残忍的谋杀案的细节 被美国的韩文媒体是广泛报道 也震惊了美国整个的韩裔社区 这起命案对于韩裔民众有如当头一棒 邪教组织带来的阴霾 从他们的国家一直延续到异国他乡 让他们不得不考虑周遭存在的潜在风险 很显然 这名女子的惨死与基督战士这一团体脱不了关系 警方取得搜索许可 对位于劳伦斯维尔市稳门路2415号的独立住宅展开调查 两天之后警察宣布针对捷报车后备箱 女师已逮捕了六人 分别是车主26岁的玄某 住在闻门路2415号的三兄弟 26岁的李军浩 22岁的李俊玄 15岁的李俊英 还有三兄弟的堂兄弟 26岁的李家元 以及李军浩的未婚妻 当时25岁的李贤志 数天之后警方再次逮捕第七名嫌疑人 李是三兄弟的母亲 54岁的李美希 七名嫌疑人的罪名各不相同 但是大致都包括有联邦谋杀 非法拘禁 损毁证据 隐瞒他人死讯和有组织犯罪的 通过指纹的核实 警方确定 死者正是33岁的韩国公民赵世希 7月18号赵世希和母亲入境到美国 因为韩美关系友好 持韩国的身份赴美不需要签证 可以停留三个月 几天之后赵世希的母亲又返回到韩国 赵世希则独自留了下来 赴美之前赵世希曾经在5月接受体检 检查结果是身体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疾病 赵世希的母亲接到女儿过世的消息 告诉美国警方 李家的母亲李美希移民美国前就和她相识 她和女儿在韩国接触到名为基督战士的宗教团体 发现基督战士在美国也有教会 负责人正好是李美希的儿子李军浩 赵世希因为遭到性侵患有抑郁症 而赵母则想通过信仰和祷告 让女儿接受治疗之后痊愈 重新开始生活 李美希和儿子李军浩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去说服赵母基督战士的培训 可以帮助到赵世希走出阴影 李美希母子邀请赵世希和母亲 到美国接受基督战士的培训和治疗 赵世母子在美国落脚的地点 正是这个稳门路2415号 李美希和丈夫陪他们吃了第一顿晚饭 赵世希母女原定的培训是三天的进食祈祷 三天的课程修完之后 赵世希决定想要继续下去 完成40天的进食祈祷计划 赵母因为有工作 不得不提前返回韩国 赵世希仍然留在了李家居住 临行前赵母和李美希说好 等赵世希完成培训之后 会将赵世希在美国的费用一并的跟她结清 赵母回到韩国的前几天 还通过李美希和李军号能联络到赵世希 然而此后 李家就切断了所有的联络渠道 赵母对女儿的状况是一无所知 但是即便如此 赵母还是给李美希汇了一笔钱 让她没想到的是 心爱的女儿 其实早就无福销售这笔财富 嫌疑人之一的玄某 就向警方提供了赵世希受虐致死的全过程 但是同时她也表示虽然她被要求跟赵世希一起住在地下室 对其进行监管 还被要求处理尸体 但是其实她跟赵世希一样都是受害者 玄某八岁的时候被姨妈姨父收养 从乔治亚大学本科毕业 2023年又从乔治亚大学取得了MBA的学位 进入到一家线上支付系统公司担任分析师 玄某和李军号是高中同学 MBA毕业之后机缘巧合跟李军号在教堂又重逢了 恢复了联络 不久之后 李军号就吸收玄某加入到创建的基督战士当中 短短几个月时间 玄某就按照李军号等人的指示 向韩国的一个银行账号汇款了几万美元 而他的信用卡也被李家人给刷爆了 玄某贷款还买了一处住宅 作为教堂 这个教堂坐落在稳门路2415号 面积2847平方英尺 有5间卧室 3间浴室和地下室 地下室被从中隔成两间 一间为教堂 另一间为储物间 地下室的所有的窗户被报纸粘住 警方进去之后 发现储藏室里有着非常强的漂白水的味道 而漂水也没有掩盖住的 就是隐隐透露出的尸体腐败的恶臭味 地毯则是湿漉漉的似乎被清洗过 警察从垃圾桶里找到了占有血迹的纸板 纱纸和胶带 还有散发着强烈腐臭的睡库 睡库上则印着基督战士的缩写SOC 经过DNA比对 血迹正属于赵世锡 警方申请第二份搜索许可 收缴了7名嫌疑人的手机 根据所有人的手机通讯记录 音频和视频资料 以及他们的供词 案情基本被还原 玄某跟自己的姨妈姨父关系不好 被李军浩吸纳入教之后 就搬到了李家居住 7月玄某按照李军浩的命令 从机场将赵世锡的母女接到了李家 几天之后赵母离开 留了赵世锡一人在李家 赵世锡和李军浩签署了免责合同 合同上写着赵世锡是自愿参加培训的 可撑不到第十天 赵世锡就后悔了 按照约定赵世锡需要在地下室 每天以不舒服的姿势 7到6小时 食物和饮用水的用量也被严格的限制 每天只能使用洗手间两次 李军浩等人对赵世锡施加的体训 包括有开河跳冰水浴头道里等等 这一套下来没有人能扛得住 于是在一次皮肉惩罚之后 赵世锡没有了气息 而李贤志曾和未婚夫李军浩 通过手机短信讨论过赵世锡的情况 赵世锡被称为是五号 李军浩对李贤志说 赵世锡被恶魔附身偷东西攻击自己 违反教育 李军浩等人用手机录下了赵世锡 被命令进入装满冰块的浴缸的情形 赵世锡一开始只敢试探性的把腿放进去 但是李军浩等人 一直要他把全身都没入到冰块当中 赵世锡显得呼吸困难 他的手机里 还有李军浩用皮带抽打赵世锡的视频 视频当中 赵世锡穿的正是在垃圾桶里找到的那条睡裤 李氏兄弟的母亲李美希通过手机 遥控指挥玄某限制赵世锡的饮水 命令玄某负责监视管理赵世锡 李美希还警告玄某不能跟外人透露赵世锡受训的情况 不能让任何人见到赵世锡 警方发现嫌疑人手机拍摄的照片里 赵世锡手脚在8月28号就已经发黑 应该是那个时候就死去一段时间了 赵世锡死后 李美希给玄某发信息 让他清理尸体 给三个儿子也发信息 让他们用漂白水 好好的清理血迹 李军浩8月26号在手机上搜索如何除蛆的内容 与此同时 李军浩和李贤志还短信商量 要将一名乔治亚理工学院的韩国女生交换生给吸纳尽叫 实际上玄某还真是受害者之一 警方从李贤志和李军英的手机 找到了李军浩等人虐待玄某的视频 玄某被李军浩等人称为是四号 视频当中玄某赤身裸体躺在地上 李军浩用皮带奋力的抽打玄某的脸部和生殖器 直到他晕厥为止 玄某还告诉警方 李军浩等人用BB枪对他的手臂背部臀部进行射击 他全身有超过100处BB弹造成的伤 李军浩还用砂纸摩擦玄某的胸部 直到他的皮肤表面脱落的血肉模糊 玄某通过辩护律师主张 他被李军浩等人虐待受伤严重 害怕自己再不逃跑 也会落得和赵世锡一样的下场 于是被迫抛尸 带着后备箱里的赵世锡的尸体逃出了李家 耗尽体力 才将车开到了冀州桑拿的停车场 打电话请养父把自己送到医院 他决心要警方接入调查赵世锡的死因 所以才会在医院里 让养父帮忙把行李箱从后备箱拿出来 他知道养父发现了尸体就一定会报警 这个事件败露之后 法官允许玄某佩戴电子镣铐 其他六人则需要等待开庭 尽管如此也没有办法告慰惨死的受害者 被邪教蛊惑的教徒 就好像恶魔的随从 当恶魔放出的诱饵一旦被吸引 便一发不可收拾的不如万劫不复的境地 以最正当神圣的名义 行最不易的事情 邪教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